还能是这个年轻妈妈似乎离谱了点 她将两个分别才四岁跟六个月大的女儿 带到保姆家之后 说要出去帮孩子买尿布 结果呢就一去不回 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络方式 保姆担心小女孩是遭到遗弃了 于是报警处理 警方直到深夜找到了这个妈妈 不过呢这妈妈居然说 她是忘了保姆家的电话跟地址 并不是要恶意遗弃 两位原警充当保姆 六个月大女婴和四岁女童 因为找不到妈妈 哭得满脸泪水 他们的妈妈把他们拖给别人照顾 却没再回来 原以为只是买个东西 没有想到孩子的妈却一去不回 留下任何推车和奶瓶罐 还有两个哭得泪眼汪汪的小宝贝 保姆等到晚间六点 人还是没出现 只好请领长帮忙报警处理 警方寻线追查 才找到这名27岁年轻妈妈 她坚称只是忘了保姆家地址和电话 并没有真的仪器 到底是真的糊涂还是狠心仪器 社工单位介入调查 明镜心有林俊明 谭那师报道